政治话题来关心 总统参选人郭台铭 宣布辞任洪海集团董事一职 国办发言人黄世修转述 决定辞职是宣示这次参选 就是独立于政党跟洪海之外的决心 黄世修也透露 连数作业都在规划当中 郭董更指示要找保险公司 以运超车的规格 来载运连数书 还首度松口 跟郭台铭搭档参选的副手 已经找到了 男投女婿郭台铭 二号晚上来到草屯镇逛夜市 和摊商拔甘情 报道时代村董事长江青良 也亲自接待 不过同一时间 洪海发出众讯 表示郭台铭因为个人因素 辞任公司董事一职 难道这和郭台铭 宣布参选那天 脱口而出 如果中国要没收洪海资产 一度造成洪海股价回跌 有关系吗 他担心说他这个竞选的表现 如果表现得很好 洪海的股价一飞冲天 那是不是外界就说 所以你参选是为了炒股 那变得变高端一样吗 宣示他独立参选的决心 这个独立不只是独立于政党之外 也是独立于洪海集团之外 现在距离郭台铭领表申请 参与联署不到两个礼拜 网络上却流出这段影片 来数一数 好爽好爽 想到以前的联署 想到郭台铭这次 温赢的啦 疑似是挺郭民众 翻出四年前的联署文件 因为泄露上头大量个资 也让郭伴赶紧呼吁支持者 稍安勿躁 就几千万几亿都没关系 淘宝下去 民众的个资一定要做到最严谨 我们之后会用运送 运钞车的规格 来运送联署书 至于外界关心的副手人选 郭董也已经找到了 他说找到了 我不知道他到底找谁 我真的不知道 郭台铭先利评过联署这关 才有底气谈2024是整合 或者独立参选 介绍的护卫伦台北采访报道